天空一声巨响,小二闪亮登场 哈喽大家好,爱你们的小二又来了 今天小二给大家带来一对内鱼最新大热CP 话不多说,只入主题 救命,两人真的没有在谈吗? 心动心入坑,一个在过年夜来到她的城市 另一个半夜投流出家,冒雪跑着去跟她见面 护送打火机与公主群 过年夜一起看烟花,你在看烟花,我在看你 告白戏轻木,枫叶下的初吻360度旋转镜头 物理意义上的磕晕了 明场面,你选我吧,我绝不背叛你 她真的好爱她 小情侣同屈一场戏,沙发东打琴骂俏乘一 被脑痒痒的明明是女主 笑得好大声的是屏幕前的我 牵手关街,打琴骂俏乘一二 我好像在看什么恋爱纪录片 最近在科命运循环的人真的有一点福气在身上 点燃我温暖你播到现在 年度线偶剧,现象级爆款当之无愧 论热度,优酷站内热度仅八天就破万 达成优酷线偶热度破万最快纪录 霸榜全网版单,逃不万 主演陈飞宇涨粉一百零九万 张静怡涨粉五十三万 爆款效应有,论出圈度海外输出上大分 董事的海外观众已经用上自动翻译器追剧了 太飞,我的国际互联网嘴T 这些观众的努力程度也是满分 一生要强的火军 来了,来了就不走了 观众人均显微净追剧 没想到立群体育最好的一项是肺活量 吻戏环节有人疑似边劈查边接吻 不确定,我再看看 来自男二的追剧贴心Tips 各大高校从寝室到食堂都被旅行承包了 寻排面有 就是说阿瑟也别站着了 坐下,自己拿块蛋糕吃 这么多火军上头不是没有原因的 点燃我温暖你的剧情发展到中段故事线更入家境 李寻和朱运从一开始互相看不惯的欢喜冤家 到逐渐走进了对方的内心世界 为了和情敌较劲 李寻强撑着打完了排球比赛 本就不佳的身体状况 雪上加霜,晕倒 被朱运送进医院 好家伙,可烦了 何者,李寻才是柔弱不能自理的公主啊 也是因为这次进医院 朱运从李寻姐姐李兰的口中 了解了李寻的原生家庭 父亲早逝 唯一的一物就是那个李寻不离手的搭火机 母亲在她读高中的时候患了肝癌 为了给母亲治病 骄傲如李寻也得向现实低头 帮同学改会考成绩挣钱 前还没到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她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17岁的李寻从此无父无母 身上还背了一个大过 一次开除和跟姐夫打架 留下来的腰伤 姐姐说要认命 李寻不认 她染了一头金发 以更张扬的姿态不认命地活着 如果说过去与李寻而言是一道伤口 那朱运的出现 则让破碎的一切有了愈合的可能 医院里看到姐姐 之前聚家人与千里之外的李寻 送出朴述演唱会门票 让朱运代替自己 陪姐姐完成梦想 过年夜 原本型单影之过节的李寻 选择来到朱运身边 烟花绽放出的光芒照亮夜空 正如此刻朱运照亮了李寻的生命 这一幕配合上导演的构图 氛围感拉满 之前独来独往 我行我素的李寻 也在学着付出 妥协 柔软待人 信息安全大赛李寻在不知道朱运和方志进之间 有什么过节的情况下 选择无条件支持她的决定 决赛关头完美反杀 Carrie前场 且杀了三次 概念不错 但我一分钟可以破解三次 摔完了之后 在台上发言 缓缓来了剧 因为爱 全场都被你小子装到了 活该李寻有老婆 在经历了理解 至于陪伴之后 表白来得水到渠成 林玉寻环的感情线 完整心里动人 真绝美爱情 两个人出见面时 李寻是林芝宇的落魄骑士 朱运是生活在城堡中 被爱包围着的幸福公主 故事发展到此处 公主勇敢走出了城堡 而骑士长出了自己的锋芒 能够为自己和身边的人遮风挡雨 就像朱运回答老高的问题时 说的那样 我选择李寻并不仅仅是因为爱情 不管是朱运对李寻说 不管你未来想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把我算进去 还是当来到人生的岔路口 李寻对朱运承诺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是你的底气 双向奔赴更来自独一无二的灵魂契合 把对方欠进自己生命里的愿望和决心 是言情文的正确打开方式没错了 从校园戏过渡到职场戏 点燃我温暖你也要开虐了 李兰被害 李寻故意惹恼朱运的父母 让他对自己失望 然后动手打方式劲 准备自己承担一些后果 问 为什么22期以后要暂停 打 沉浸时追剧 让观众跟朱运一起 体验等李寻回来 听懂的人都哭了 不过没关系 等更新的日子里 命运循环欠下的糖 宇宙镜头来补 除了完美还原出了 预言柱的宿命感 陈飞宇和张静怡之间的CP感 真的很自然啊 谁懂 沙发上谈心 这个缠在一起的手指是怎么回事 说着说着 脸越凑越近 两位身上是有什么信息素吗 导演细节满分 接完我脸上还有口红印 这谁能不上头啊 小情侣伴随一场 一个气呼呼在前面走 一个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 这局苦命啊 谁把阿瑟本体放出来了 校园情侣 我还能再看100集 哈续比正片好可惜了 拍完完戏 陈飞宇问张静怡害羞了吗 阿瑟你是懂恋爱的 同居哈续 贴贴贴贴贴贴 我的评价是不像眼的 他休息 他塞抱枕 这不就是朱云和李循的相处模式吗 你说的笑话我都笑了 是我们不懂你们小情侣的幽默啦 这个摸头真的真的真的没有在谈吗 拍摄现场教英语 直播的时候抽查单词 用的还是距离的称呼 我们的公主殿下 我卡了 我装的 前线科CP的围观群众 你俩播 你俩播 回忆拍吻戏 同步害羞 请把好配刻在公屏上 以及最后的隔空笔心 谁的嘴角在疯狂上扬 我不说 微博拍照互动 糟糕 他们好像还没出息 从命运循环刻到宇宙镜头 点燃我温暖你 这个方案我先住下了 约完了就该爽了 懂 朱云与全世界为敌 公主为爱发疯 又痛又好嗑 两人进入同一家公司 联手搞事业 预告里这句朱小姐 救了多少火军的命 职场副本开启 这次 李群要拿回属于他的一切 L&P 收复进度表送上 这个冬天还得是酷 喜欢小儿 别忘记点个订阅 支持一下哦